英國最值錢的 第一就是他股積 第二就是他的體育活動 是啊 是啊 我真的很開心 我來到之後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時候 我去了跑雷丁半馬 這是很難得的經驗 有些相片我想也不方便分享給大家看 因為很多雷丁的街坊都不想出鏡 要回香港的嘛 首先要多謝這個跑在雷丁 就是那個page 跑在雷丁 我先找一找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這件事是公開的 主要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雷丁一向都有一班很團結的街坊 其實雷丁有什麼好呢 香港人夠多 我粗略估計都有過民的香港人 那雷丁有多少人呢 總體人口來說 不是很記得 總體人口有十五六萬人 但當中有一萬人 香港人 我想其實慢慢呢 其實搞搞一下呢 都佔了差不多一成左右 Bredding啊 沒有啊 原來35萬 35萬啊 是啊 是呀 哦 這樣 Bredding和Workingham 一齊計算的 它是一個大的市場 加起來有35萬人 你看看 這個就是昨天 其實那些雷丁街坊 在不同的整個賽事的賽道裏面 又有攝影師 幫你拍照 香港人加油 坦白說 如果不是他們的話 不是這個跑在雷丁 這班這麼熱心的街坊 是去搞這個 這個跑友團 或者是這個 他們那個training的活動 事實上我是不會參加半馬的 雖然我自己本身 就很少很少 是加入他們的活動 但是第一天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提起 就是說 雷丁有半馬 大家去年都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 裡面的organizer 就問大家會不會去參加 我看到難得有什麼機會 就當作挑戰一下自己 我以前又不是說 是長跑的人 在香港又沒有玩過半馬 又沒有玩過渣馬 但是 既然在這裏 又有一個這麼有趣的活動 又不像香港這麼高門檻 因為其實 你玩渣馬的門檻都高 你起碼都要抽籤 因為太多人去 還有說 渣馬麻煩 在一件事 你要凌晨4點就要起床 因為他整個活動 是由凌晨5點 去到早上10點就一定要完 因為說 不可以妨礙人上班 不可以妨礙人購物 第一 雷丁的賽道 都挺平的 你只是說 斜路來說 上斜路應該只有兩段 那就不會好似香港 第一就是烏煙瘴氣 那個污染很厲害 香港渣馬是 被人說是全世界最難跑的地方 因為第一就是跑隧道 第二就是 跑大橋 你不要以為大橋容易跑 因為大橋的上上落落的爬升加加賣賣 都好像四百多米 所以 其實你已經跟跑山沒什麼分別了 嗯 跟跑山沒什麼分別 但是你在雷丁來說 平地相對於香港來說算多 都是容易跑 而且 雷丁的風景很漂亮 你市中心也好 你那些民居 其實都很疑人 空氣也好 而且氣氛也好 我們會經過雷丁大學 會經過市中心 會經過啤酒店 會經過啤酒店 有些酒店 會帶啤酒出來給你 當然你跑的時候喝啤酒不好 但是水站 大大話話也有四五六個 所以水完全不是問題 還有那些啤酒店 就是沿路也會有人派 有些香蕉 就是派桶的人多 所以我就不習慣跑步會吃東西 我不習慣 我只是會喝水 但是我給自己的目標很卑微 我純粹想著 可以用跑的姿勢 一氣呵成 不餓尿地完成整個賽事 而且在兩小時二十分鐘的情況內 我完成就足夠了 就很開心了 最後都被我完成了 我成績上來說就達標了 但是回頭說 為什麼會參加呢 第一 現在就很難得 看到雷丁跑友會組織這樣的活動 同時間 我也覺得 是時候都想想 究竟我們現在離開香港之後 是不是都可以 有些東西去挑戰一下自己 給自己的目標 我純粹是給自己的 在一個異鄉 在一個移民的環境 很多人都覺得 在一個第二的人生 可能就這樣完 可能 你過往的光輝歲月 就留在香港 在英國 可能接受 龍龍滴滴的過一生 但我也是覺得 不是的 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去選擇 有很多在香港沒有的機會 其實是在英國 會有的 你是意想不到的 你說 好像香港賺太多錢嗎 如果你想像真生活那樣 我想很難 但如果像一些個人挑戰的東西 馬拉松現在踏入春季之後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 半馬 你不要說全馬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 如果你說運動競技這方面來講 英國比香港精彩得很多 英國始終是運動大國 社區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賽給你玩 其實不單止是說這些跑步 有很多親子團 游泳都有 你有心搜尋的話也有很多 游泳池就不多 那些是游汗的越野菜 那些是很多人在野 跑完之後跑上癮 然後我剛好去游泳池 報了名於6月的時候 去過一個10K的越野菜 在近住的環節 玩一下 當作多些東西去充實一下自己 我覺得 有時候如果你來到英國之後 不需要強求將香港的生活模式搬過來 你說我們做網台可以 做網台 我們出院的使命是會繼續做 但同時間 你在英國 很多東西不熟悉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很depressed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人家做得好的東西 其實可以 主動去欣賞 還有法國甚至是融入的 我們都說過 英國的藝衡者 去年的優勝者 都是一對香港人 他們在香港那裏 跑不贏解放軍 跑不贏居家兵 來到這裏跑贏英軍 跑第一 那些越野菜 多麼厲害 你說在英國倫敦馬拉松 就很難報 因為真的很國際性 就算給一般平民去報 仍然只有1000的代表 我們本地人 這樣就好一點 你說雷丁 又或者是 北明喊 地區性的賽事 都有的 地區性的賽事 即是偶爾你都會收到 有些人鼓勵你去Oxford 去北明喊國那邊玩的 這樣 這些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不牽涉其他 譬如說我不跑 我說我肥到走路 都有問題 不要跑 這些街坊幫我拍的 在不同的街站裏 有街坊會拍照 這樣 其實挺好的 這些你給錢都買不到 我覺得 不像真生活 原來最重要的東西 都是帶走一部洗碗碟機 其實是很好感覺的 每次你經過 起碼我看到 我數到有4、5個 香港人的加油站 街坊的加油站 你不會經過一個加油站 你會覺得 你很受到鼓募 就算你自己本身好腿也好 你都會跑快幾步 其實原來 Redding Chronicle 就是本地的這個報章 原來香港人都是他們 採訪的一個重點 是嗎 是啊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一位 被訪問 哦 我可以開聲給大家聽一下 因為 其實 如果你去看 集合 開賽之前 其實真的是 你說很團結的 族裔來說 其實就 很多團體 但是如果你說 以香港人 做一個族裔身份來說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是 香港人算是一個比較顯眼的一個群體來的 你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這些有 角色旗色 要扮一些東西 這些有扮雞 這些 會有 有些甚至乎什麼 推著輪椅跑都有 有的 很厲害的 Cosplay的話就什麼都有了 Cosplay的話就什麼都有了 你跑完之後會拍照 Sing Chan說 還可以在附近 紮士多啤梨 對嗎 有的 不止 有台英倫搜查官都 都介紹 如果你說想跟 老婆 想跟女朋友 浪漫一下的話 現在是婚姻草季節來的 在雷丁 又或者在Surry附近 你找一些 婚姻草田 大家去拍拖拍照 是OK的 是啊 是啊 這些東西就不是說香港會有 例子 我不是的 我吃草種塵而已 算了 阿龍 他自報自信 原本他那時候也和我一起報 最後他沒有跑 不知道 不是很想跑 找得回自己的紀錄 都上了磅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那個時間 最快的那個 就是跑1分04 現在找回我自己 我跑多少 就真的 不是很厲害 只要是 嘗試 哎呀 嘗嘗 先搜尋自己 嘗嘗 嘗嘗 真是 減肥 不知道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了 看到嗎 這個就是 他有兩個時間 這個時間 他主要他就是 玩過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 他開槍之後 那個大會時間 這個就是 cheap time 根據你那個 晶片 計法的時間 如果你晶片的時間 就要準確一點 就排3673 那就是 3673 對於全場來說 算是多少呢 最尾那個 就是4604 好過兩成人 其實是 所以你說 這裏的那個平均時間 都挺高的 如果我跟香港比較的話呢 就是我這個時間 大概是一半左右 剛剛好中間的數 但是在這裏來說 就是你排第八 OK啊 挺好玩啊 都挺開心的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也是一種 原本打算減肥 但是減不到肥 純粹是 在時間 跑得快一點 但是減不到肥 這個就沒有辦法 就是要想想辦法 OK 這一節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大概是 五點 五點就是幾點 香港啊 十二點 十二點回來再說 好嗎 我們第一節的時間